人生资本论 看看他们是怎么报的 比如小龙虾 小龙虾能活 首先是因为它站到了风口上 不飞起来都难 先说这风口 2016年餐饮业全年收入突破3.5万亿 这3.5万亿里面 大众餐饮消费占70% 餐饮馆子消费升级 高大上的品牌也拉下身段走下沉渠道 餐饮业全年收入增长11.2% 风口中最大的风是外卖 互联网餐饮的增长高达300% 外卖行业总体交易额超过1500亿 外卖火爆的背后是年轻人来了 2016年80后和90后人口已经超过4亿人 他们撑起了外卖APP上超过七成的消费额 这简直是时代在召唤呢 风口有了 小龙虾想一飞冲天 自己也得会飞 不然这么多餐饮项目 唯独小龙虾成了爆款 小龙虾背后的运营能力才是关键 电评和外卖APP上 小吃和快餐的数量 是各种餐饮品类里排名第一的形式 全国一共有将近160万家小吃和快餐店 小龙虾是菜 但同时也可以是小吃 个头达到一两的小龙虾 批发价24元钱一斤 比这个头小一半的小龙虾批发13元钱一斤 这24元一斤的 做成麻辣小龙虾买99元一斤 卖价这么贵 怎么信年轻人呢 小龙虾就来玩吃法套路了 小龙虾吃法很多 整只剥壳适合给喜欢社交的人 受伤忙着小龙虾 你和你的小伙伴就不能玩手机了 有些心机小龙虾店 甚至提出情侣到店 可以收走女孩手套 让男孩彻底笑一次关心替贴 但调查显示 只有30%的用户愿意吃带壳的小龙虾 这就意味着小龙虾的吃法到了迭代的关头 于是创新项目小龙虾饭诞生了 去年一年 某小龙虾饭品牌旗下七家门店 平均每月卖出超过8万份小龙虾饭 月营收为350万元 从小龙虾的历史进程看 人生资本论给你总结爆款的三大秘密规律 第一 它得有社交性 形成消费场景 第二 单品价值要高 第三 产品形态要不断迭代 打动越来越需要取悦的年轻人们 少年 你只要做到这三条 想不报都难啊 想第一时间看这么多有趣的视频和漫画 快来关注人生资本论吧 我这一会儿吗 我会讨论吧 我会讨论吧 我会讨论你